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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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名区敬强敬在十一岁高龄 胜出第十八场赛事 等到8月1日 敬强敬就正式十二岁了 他是一个赛场的奇迹 在他这个年龄多数的马匹 早就已经退營 而他还能够胜出赛事 敬强敬的故事可以追索回2008年 他是当年印尼殊识尼复活节拍卖会上的 Lot 341 被出名的Shin Muhammad 名下的Dali Racing Group 买下 他被送至前领埋伊本列马斯 Li Fragman 都受分 在维多利亚萨摩尼顿马场 出赛六场 赢了一场 当Dali Group知道竞强敬 不可能出自澳洲级制赛的时候 他被以5万澳洲元的价钱 卖给澳门马主陈明荣先生 并且送至三届冠军列马斯梁国浩的马房 在2010年10月 胜出澳门的第一场 一场沙地的四级赛事 竞强敬一副是维美国马Model Ready 因此十分识见沙地 并且赢过多场的赛事 他十分擅长1350米途程的赛事 18场途马当中 有13场就是这个途程取得 我们一起访问一下 练马斯梁国浩先生 对竞强敬有什么看法 对竞强敬的第一印象是如何 这只马是很中心的马 都比较 就是常常跑 他都有分感表现出来 这一匹马是否比较容易训练的 比较容易训练的 他因为又吃得又粗 又从来都没受过伤 是一只很容易训练的马 退休之前 还能够再赢多少场的赛事 希望赢得两场赢得20场 竞强敬在澳门出赛187场 胜出18场 彩得18次第二名 及14次第三名 总共赚超过480万元的奖金 竞强敬这两年仍然宝多味佬 我们很期望看到他能够再接再来 赢出更加多的赛事